当地最大的2000多平的售楼处 现在只有一个人在上班之前 那么大家看一下 现在可以说北方最大的一个省会 也是最近这两年的一个新的楼盘 从20223年 223年左右的房价 大概在接近4万左右每平的价格 今年呢大概已经差不多跌到了212左右 由于现在楼市的不景气 建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的园区房 现在的价格可以算得上是一落千丈 已经遭遇到了房价的断举绝孙的阶段 大概有接近2000多平的售楼处 现在的每天的轮流值班人员只有一个 由于现在房子根本就不好卖 甚至是毫不夸张的说 根本就卖不出去 所有从事房产相关的销售员 企业员啊包括一些负责部门等推销部门 全都现在面临着失业转岗的命运 可以说现在呢很多人在网上说楼市 未来可能继续会下跌10年 甚至是20年30年的可能 包括在四天前最高的央行部门也宣布了 作为家庭的二套房的房贷利率 从过去的大概是三个点左右的基础之上 又下跌了15% 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调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房子的房贷利率和我们大部分的存款利率 几乎已经快要逼近持平了 这个现象说明现在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鼓励甚至是刺激大家去买房子 一再再而再的又把房子的贷款利率进行下调 即使是这样呢 我们看全国大型的城市的房价的销售 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太多明显的回暖 包括现在很多的二手房的价格一这样再降 就像当地的房价 二手房房价基本上已经回到了15年前的这么一个价格 即使是这样啊 收楼处包括园区的看房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啊 特别的荒迹 仿佛来到了原始森林一样 过去十年前那种辉煌的局面已经是不复存在 包括我们看到这样的房子空荡荡的屹立在这里 真的犹如空城一样 每天这些房子都像大玩具啊 不动产的大玩具摆在这里 进行风吹雨晒 没有办法 这就是现在的行情 即使房价现在已经连续下调了历史的最低点 也没有看到有人来买房子 更别说所谓的有一些房价可能还要所上涨的可能 简直是空为一谈 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实现回暖呢 也许呢 在十年二十年我们都很难再看得到了 有些地方呢 甚至出现了超前的一些福利 甚至有送车库 送黄金 送小面积的房子等等 而买房人不为所动 他们其实更多的人是在等待 等在房价降到从千元 从万元到千元 从千元等到几百元 但是这种现象能不能实现呢 如果按照的现在的趋势发展 我自己来判断 可能在未来的很长一个周期内 房子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还是卖不出去 那真的就像当年马云说的一样 有可能会白菜炸了 包括我们在前段时间看到的 出现了房屋维修基金的补交 房屋养老金等等 包括未来有可能推出的房产税 其实呢 这些呢都是在为房子的损失 去找回一些补偿 不过我想越是这样 大家可能会越去犹豫 担心要不要去买房子 作为现在的90后00后 他们越来越不对房子感兴趣 他们甚至只要能够维持 现在的吃鸽 就已经非常的饱满意足 他们对于现在的婚姻 甚至是生孩子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这些房子将来谁还愿意去接盘呢